看这边还在有人在田里在忙或者 最近降温了 所以他说这边比较冷 平时前天还没有这么冷 所以我看来我南下的速度还不够快 银杏 银杏树的 银杏树的 你们卖这个是吗 对对对我知道 这个是多少钱 你们怎么卖啊 五块钱一斤 好的好的 我明天我还要在这边 现在我走的方向是上寨 刚才碰到卖银杏的老奶奶的那边是中寨 然后有驴子出来的那个地方呢是下寨 它寨子分三部分 都是住的当地的人 语言有点不通 所以还好就是我们找的这家 石大爷家是 语言是通的 因为他家是拍摄过那个 电视节目的嘛 看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这个中寨部分 你看到好多房顶 这边就是中寨了 这边空气也很好 就是气温稍有点低 这边还有这种小路上去 再这样上去的话 应该就是只剩下那个什么了 只剩下田地了 地上铺这些石板其实是很亮很亮的 如果是最近一段时间它们下雨啊 有泥啊什么看起来比较乌 因为我之前来之前查了一下资料 它这边这些石板都是很有历史的 看这家家里边一楼还挂着主席的画像 这个村子出过文状元 出过武状元 所以在古的时候呢 这个小村寨还是挺有名的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寨子是没有办法汽车进去的 所以我把车停到这边了 但是刚刚在村口发现一个更好的位置 我去挪动一下车 这边还有点下坡 所以就晚上可能躺在床上不太舒服 那边是平地 这种水也是可以喝的 可以加水吗 有点迷路 这个路还是有点复杂的 走回来了 这边有只小狗 哎呀突然上来 迷路了 迷路了 对对对 对有点找 是在这边炖着 满满一锅 等下要尝一下 这个肉挂在这个位置是要用这个火来烟熏 这个腊肉在家里边防粮上挂着 没有油 没有油吧 再等 就这个 没有这种东西 抓水的 叫方改成了 好像是一灯石头 一灯石头倒的 哦是它是 就是石头的 是吗 石头 还有刻字 还有刻字 还有刻着 符字 这是水缸 忽然听到 吃完饭了 出来逛一下 但是路比较黑 村子里面没什么路 得靠自然光了 走在一个地方 这边很热闹啊 可能是村子里面集会的地方 大家都在 聊天 跳广场舞 大概是 只有这片是亮着的 周围都是黑漆漆的 晚上还有这种活动 放下来 看来去广场舞哪都跳 在山上 碰着花儿 一少年 碎饮時隔多年 记得大泪水淋涼 那些幽暗的时光 那些坚持慌张 在临别的门间 妈妈望着说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适合远方的田野 你只守空圈来到人世界 未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这个山里的网速呢 真的是我已经没办法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网络了 那个移动WiFi呢 在这边是没有信号的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信号 所以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吧 好了 今天传完这个就睡觉了 早点明天再出发 明天见 来看看 就这边是什么 你你也没想着